只是穿在里面 很少会被人看到哦 但对于那些时尚的怒潮而言 内衣与外衣的和谐搭配 也是为了自己的美丽 进行加分的秘密手段之一哦 老师好有一些迷思 想请问一下 像类似像这样子的衣服 这个内衣呢 它其实不是一般的那种 无肩带内衣 但是它的肩带 这里还是可以拆掉的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当 无肩带内衣穿 其实是比较不适合啦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一款 你看它这款的它有肩帮 对因为四分之三的 它最明显的地方就是 跟二分之一不同的 二分之一其实它是齐平的 对齐平的 然后呢我们这四分之三 它就是多了这个肩帮出来 如果说你要把肩带拆掉 当做二分之一的肩 内衣来穿的话 其实你这个肩帮它会 对它不服贴 其实这一件呢 是我觉得我很希望 能够推荐给少女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很适合你 第一首先 我姐姐刚刚有了解 你喜欢黑色对不对 而且呢 它就是其实有点肉色啊 在里面就感觉很性感啊 而且呢 它变得很厚 哦 然后标准你那个 这个比较粗的问题 不是基凸啦 基凸比较低 基金比较低 然后所以你可以学的时候 你会收藏是这样 所以等一下我们请 我模特的秀出来给少女 好我要看 好亮亮而且好集中哦应该 那老师我想请问一下 那我们去买像这样子可以拆掉的 无肩带的内衣的话 我们在试穿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请导购帮我们把这个肩带拆掉 然后努力的在肩带 就要时下 就是一个跑步一个跑步 是的 对 其实要看你 你这件那一的搭配的衣服 比如说一般像那个小婷这样子的一个礼服 肩带必须要把它拆掉 那其实就 就还OK 它穿上去之后呢 只要有稳定 就可以 比较不 就拆掉这边 然后绝对 有稳定就可以 对 对 好亮 好漂亮哦 好集中 真的看起来好大哦 对 好好哦 很大 这个重的 我要那一件 老师那所以绍婷她传想这样子的可以吗 其实她这个内衣呢 穿起来会直接让绍婷的胸部 马上就觉得 好像大上好几码 这是马上有立体 就是立即性的一个视觉效果出来 好几码 好几码 不是一码 对 好几码 可以让你的A灶杯 可以有吸到杯的 老师有什么 好几码 老师她不要说是B 可以把A灶杯穿成C灶杯的效果 对没慢 那只得一试哦 这种便宜 可不能让少婷奴学一个人给占咯 今天真的学到非常多哎 好放心哦 原来我们都是 对哦 真的 但是我们以为我们穿内衣那么久 应该少说也还蛮了解的 没想到 完全是错的 所以今天就把你所有这个内衣 对于内衣的这个概念呢 把它全部更新一下 对 然后希望大家呢 都可以不断的成长 而且越来越茁壮 谢谢老师跟我们分享 谢谢老师 谢谢 再见 拜拜 黑社会大姐你好 你不是想我站着她吗 这有时候也会顺着 谢谢大家